新城乡公所3号举行了新秀村无洲童心灵公园儿童游乐设施启用典礼 这是新城乡公所争取到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 112年度噪音补助居民健康维护设施的经费 规划以5到12岁孩童为目标 要进行多种游气运动功能的亲子游乐场 为新人乡新秀村无洲童心灵公园特设游戏场 并且办理启用典礼 有新人乡公所争取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 112年度噪音补助居民健康维护设备经费 并且规划以5岁到12岁孩童为目标 设计场17.5公尺 宽8公尺 结合多种游气以及运动功能 以自我绝集生命绝的十二感关绝 提供孩童伸展以及跳跃的空间 满足亲子对游戏场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新的政策 目前新秀村很少缺乏这些小孩子 一些运动的一些场所 游戏的一些场所 所以就想到说是不是坐在这个地方 当时也希望说坐在东方罗马 东方罗马那土地并不是说 所有的其他处理的都要输人的土地 所以我们就选择在童心灵这个地方 来做这个运动设施在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善加利用好不好 还有这个很多我们北埔的一带的乡亲 包括新秀村都在这个地方来上步 那我们这个代表也好 村长也好 都希望说在这个整个西美极西的步道 后面要不定时来给它整理 这一点我们都会如期来办理 另外童心灵公园旁的道路为花九县 为新城乡连结花林市及秀林乡的重要道路之一 道路改善地段为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北埔油库 以及空心加山基地的重要连外道路 这条道路是中油经常在使用 还有我们增头也在走 包括加明村的我们这些秀林乡的乡县 都会走这条道路 还有一些大概都经常性 但最重要还是重车在走 但是道路破坑 没病了 甘甘去乡 你们代表每天这些代表 希望说这些地方要来 破点到破坏 然后政策也好 还有我们秀林乡县就知道 没做不可以 结果大家早早就来去台北去立法院 去找这个中油 找一个里面孔文旗到三天 所以秀林乡也好乡 林志胜也好乡 秀林乡来那些地方 秀林乡县一千七百几万 那这些地方要来 拿破坏 相当核立台亲自主持今日的启用典礼 并且再次视察周边道路工程 以确保乡前的游泳安全 更让新城市的家长 以及孩童有舒适安全的运动油漆空间 相当核立台北表示 新秀村核立台北表示 新秀村树林角社区的同心灵公园 为虚美积极盘 是村中重要的运动以及修行空间 因此争取经费规划儿童的运动 以及油漆器材 让家长孩童们可以共同来参与更多的运动方式 达到促进健康 及增进亲自情感的效果 也特别感谢空军第五战术混合联队 以及台湾中游公司对新城相亲的重视 共同打造幸福余据的漫步新城 记者金鸿逸,星星江湖岛